在去年7月9号开始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中 有多达300多名维权律师 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或民间维权人士被刑拘约谈 或被以种种理由限制人身自由 这次镇压活动的范围设计的省份多达23个 这个星期5名被拘捕的人士的妻子因不满当局对他们的各种虐待 身穿印有他们丈夫名字的衣服在北京走上街头 来到北京检察院递交抗议信 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曾常未持不同证件者 强制拆迁受害者法轮功及弱势群体等维权 他的妻子王俏领说 自从李和平在去年7月10号被带走以来 他还没有见过他的丈夫 他说 我们这一年以来看不到我们的亲人 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是一个人被逮捕之后 只有在拿到逮捕通知书 不是拿到那个判决书进到监狱里面 才有可能会见亲属 但是律师是可以会见的 王俏领还说 当局甚至也不让李和平会见 他为丈夫聘请的律师 他说 当满六个月逮捕通知书来了 又拒绝我们律师会见 他们的拒绝理由非常奇葩 就是我的丈夫解雇了我为他聘请的律师 他自己聘请了他从来不认识的律师 北京维权人士翟严明自2014年以来 曾因多次组织参与维权声援活动 遭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为由警告和处罚 目前被关押天津 他的妻子刘二敏说 他去天津寻找丈夫时 警方在没有合理原因的情况下 就对他拳脚相加 他说 我去天津去找 他爸我们给关24个小时 我关了18个小时 叫我爸从天津拉到北京 叫我晚上天亮了 叫我打了一顿 刘二敏说 他不过是要当局给一个说法 他说我不应该去找这些民逮捕同志书 这个就可以不给逮捕同志书的 有些案子可以不给逮捕同志书的 我说不可能 因为我没有文化 我应该知道 一个人犯什么错了 他就应该给一个逮捕同志书 他犯了杀人罪 判死刑都可以的 你应该给一个家属的一个说法 另一名曾经常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 王全璋 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今年1月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 目前被羁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他的妻子刘文足说 当局两个月前曾企图说服他 让他录制一段视频 劝说王全璋认罪 美国之音微微卫视 新闻报道